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中午好 我昨天晚上煮这个饭 因为我的饭昨晚吃完了 然后我就特地煮这个饭 饭隔夜的话 这个饭炒起来比较 它的米粒会一粒一粒的 会比较好吃 然后我这个豆芽 豆芽我有拿掉它的前后 会比较美 这是银芽 所以这个是银芽炒饭 还有一些虾 还有蛋黄 我放两粒的蛋黄 还有青葱 蒜头 还有这个蛋黄 蛋黄我会放在这个饭里面 有些我会放在饭里面 搅拌 然后它蛋炒出来就有点黄黄的 刚才有人来送货 来拿货 收货 来收货 所以我去拿给那个人 OK大家下午好下午好 OK我们可以开始了 给大家介绍那些材料 啊对对 OK 然后现在我们要开始炒一下 我们要开始煮了 要开始煮了 现在开始煮了 OK先热锅 对 甚至这个锅放一点油 把一点油放进去里面 有时候我会近距离给你们看那个锅 有时候我们就从远远拍 放一些锅 放一些油进去那个锅里面 先炒什么 爆香蒜头 等一下 有 先爆香蒜头 等一下热锅先 放小火 我这个饭我会放两粒蛋黄 OK 只是蛋黄哦 先搅拌 蛋白不要放先 蛋白不用 只是蛋黄 放蛋黄 蛋黄这样放下去 不要炒出来金黄色 对 金黄色 对 这样子炒了过后 那个蛋 那个饭会金黄色 所以我们先下两粒蛋黄进去里面 蛋黄色 那个饭有些一粒一粒的 要把它炒 这种是隔夜饭的吗 对 昨晚特地煮这个饭来炒饭 这样子搅拌一下 没有蛋白啦 其实蛋白是可以不用放 但是我不要浪费 不然这个蛋白没有吃 等一下我下去炒 不要浪费就是把那个蛋白也炒 等一下 OK 这边热锅 把这个蒜头放下去 这个锅 你不用等它炒 你的蒜头也可以放下去的 它不会黏锅的 这个是不沾锅 对 不会黏锅的 你看它 那锅还没有完全炒 蒜头你放下去它也不会黏锅的 因为这个锅是不沾锅来的 你看这样子 把这个虾放下去 好香 嗯 虾放下去 这边大概几只虾 我放五只 这边五只虾 五只虾 五只虾是各切一半啦 切一半对吗 对 我这个虾比较大只啦 如果你的虾没有大只的话就不用写咯 大家有什么提议啊 还是建议啊 还有comment 你们可以写啊 我们可以回复你 可以教怎样做煎蛋吗 我没有做过 不过我们可以再做多一次 什么煎蛋 不 蒸蛋 蒸蛋 可以 我们做过 不过我们可以再做 再做多一次给大家看 不用紧了 就算我们做过 我们可以再重复做 再重复做多一次 蒸蛋有很多种啊 对 蒸蛋很多种 还有那种没有东西的 然后把这个饭放下去 炒饭放下去 跟它一起炒 刚才这个炒饭放了两粒 黄 那个蛋黄 蛋黄下去 跟它搅拌 所以它有一点金黄色 金黄色 把那个饭放下去 跟它一起炒 好 大家要不要看你那个锅里面 好 我就过去给大家看锅 所以这个锅你炒饭它不会黏的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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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lin 但我们也是做过叉烧了 你要我们也是可以再做多一次 啊 叉烧也是可以啊 有很多师父都做过了 你们要再看的话 我就再做 叉烧我们也是做过了 不过我们可以再做多一次给你们看 然后不用紧了 叉烧我们也是做过 我们叉烧不用烘的 放在锅里面煮 在锅里面煮的 这个我们的叉烧 这边我会放一些胡椒粉 慢慢煮 妈咪慢慢煮 胡椒粉 妈咪慢慢煮 不然那个直播要完了 哈哈哈哈 这个炒饭很快的 慢慢煮慢慢煮 可以可以 可是也是要炒这个饭有那个香味啊 你看 饭要炒到它有香味 如果你用那种炉炒还可以这样 因为这个是 这个炉的拿上来那个火就没有这样大 要炒到这个饭哦 粒粒分明这样比较美 这种电磁炉哦 你锅拿起来 它就没有这么烧嘛 如果你是用火炒 你就可以这样翻哦 它的火继续烧那个锅 啊 就可以在那边一直翻 一直翻 分别就是这样 我会放一些鱼露 一汤匙 一小茶匙而已 鱼露 不会咸淡 会咸的嘛 对 你需要你的炒饭黑黑 你就放鱼露 啊 不然你平时放酱青的话 那个炒饭的那个颜色会变哦 变比较深一点 如果你看它金黄色 你就放鱼露 它就不会说变黑黑 好了 这个豆芽 豆芽 豆芽不要很熟啊 所以我现在在放豆芽 豆芽放进去跟它炒一下 豆芽有拔掉前面跟后面 有有有 会比较明 你看这个银鸭炒饭 这样煮下去 哇 你看非常非常的香 看这个银鸭炒饭 很幸福一点给大家看 放一点点的酱青给它的鲜味 一点点酱青 所以你可以参着放鱼露跟酱青一起放 你完全放酱青 你的炒饭就黑黑了 就有一点很深的颜色 好的 这边 我放这个蛋白 我不要浪费了 我就拿来炒下去 要一点点油 你要的话这个蛋白不要浪费 蛋白放在旁边这样 让它煎 不然你吃的蛋黄那个蛋白 还要丢掉浪费哦 嗯 这样子炒哈 蛋白就进去里面了 哇非常的香 你看这个锅炒就是你不用怕它会黏的 我炒到黏的锅我就不要了 这个锅可以耐很久 耐比较久 不过你们要很好的照顾 什么不粘锅都要好好的保养 好好的照顾 现在最后的主角 什么主角 一定要一点点油啊 最后 对我们还没有放我们的主角 咸蛋 咸蛋黄 你这边有多少咸蛋黄 两粒 两粒咸蛋黄 嗯 在汤匙里面还有啊 两粒咸蛋黄给它放下去 给它拍碎 要下一点油哈 没有刚才我炒虾的时候没有放这样多 所以慢慢慢慢加 慢慢加油 一定要有这个油给它爆香 炒这个咸蛋黄要有点油 所以你前面再爆 在煮那个虾的时候就不要加这样多油 嗯 要爆到你看它好像那个金鲨这样 要不然整个炒饭都油油哈 所以前面再炒那个蒜头跟虾头不要下太多油 不要下太多油 因为这个咸蛋需要一点油 来煮的 嗯 炒到那个咸蛋有点香味出来你看 炒到它有泡沫泡沫出来是吧 对 对好像金鲨这样 香味 要这样炒到香味出来 我们 Sarine Ong 可以啊 可以啊 不过不一定完全一样 因为它们里面都是大厨师煮的 然后不一样啊 然后我们现在就跟它 不是我家庭式的哦 转过来 但是我自己有炒过啦 觉得好吃 才会跟你们分享 每一道菜都要自己试过的 嗯 这个egg yolk是fresh的还是煮过的 我的是买的是一粒已经 用水煮过了吗 用水煮过的 用水煮过的哦 这个 这个 油罐好用吗 不错啦 还不错啦 蛮好用的 这个sarine是用水煮过的 这个鲜蛋是用水煮过的 如果没有的话你用水煮的也是ok 你的是用水煮还是不用用水煮 我的没有 等一下我给你看 现在很方便 外面都是那种真空的你看 这个是没有煮过 没有用水煮的 没有用水煮的 好了你就放一点青葱 妈妈讲两种都可以 那个鲜蛋有用水煮没有用水煮都可以 不过他用的是没有用水煮过的哦 那种真空的一来就好了的 哇你看很漂亮啊这个 这样就好了 哇你看很漂亮啊煮好了的 就是很容易很简单 在这里就可以自己煮 哇非常好吃的样子 对 哇很棒非常好吃 这个锅好就是可以这样 因为那个锅的前面比较高 它上面不是平平的 它前面比较高 是不会给你们拿来翻啊 炒的时候它不会从前面掉出来 好所以它前面比较高 好漂亮这样 可以了关火 哇非常非常的棒 很好吃的样子 我把它放下去 一碗卖多一盘卖多少钱这样 嗯你去外面吃多少钱 这个是自己家里煮的更好 自己家里自己煮更棒 而且我们没有放味精了 我们食谱全部大多数没有味精的 咸蛋要蒸吗 我的是煮熟的 等一下我给你看 我现在很方便 外面都是那种 蒸空包装的 而且它的蛋黄很美油油的 很漂亮 我慢慢买的是不用 不用去蒸 不用煮的 它已经来就是好的 然后它里面有出油的 非常非常漂亮的 你看这个麦香 麦香应该也不错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 银芽咸蛋炒饭 咸蛋银芽炒饭成功 非常非常好 你看很漂亮 多一点比较美 喜欢的朋友来刷赞 点赞 刷爱心 给我们鼓励鼓励 然后可以跟我们刷赞 然后按分享 按分享 鼓励鼓励 哇来看煮的 好了好了 你去拿那个咸蛋黄给大家看 ok 带一点青葱 好看 给你们看摆盘 漂亮漂亮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咸蛋银芽炒饭 大成功 耶 好今天的这个 银芽咸蛋炒饭 我们大成功 耶 拜拜 再见 拜拜 再见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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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